李鎮強議員 主席,正如局長剛剛說的,間諜和他們的代理人背後 都是國家級的對手 跟我們平時一般案件的罪犯、性質和部署世襪的程度是完全不同 要對付他們,除了在法律方面,還要跟他們鬥志鬥力 所以我認為執法行動和策略都是很重要的 有鑑於這些事的嚴重性,局長可不可以解釋當局有什麼策略 和應對打擊香港現在面對這些那麼多的間諜活動 讓全香港的市民都可以安心 謝謝主席 局長 是的,多謝主席 我們在打擊這些間諜行為裡面,我們有一連串的策略 首先第一樣,最主要的就是從收集情報那方面 和分析情報 當然,這個反間諜情報是我們的工作的重點之一 第二樣,就是我們要跟我們國家不同的情報機構 或者駐港一些打擊危害國家安全的機構 例如國安公署會加強我們的情報的交流 以及一些在行動上的配合,如果有需要 第三方面,就是我們必定會嚴正執法 有任何違反這些危害國家安全的間諜行為 發生,我們必定會嚴正執法 另外,我們也會透過一個立法的方法 例如現在我們接下來的23條 就會在官方機密條例裡面 針對間諜的罪行裡面會再加強 在這方面會立一些更加管用的法例 另外,我們也在打擊間諜的行為方面 除了我們執法部門之外 其實所有政府部門都是有一個工作要做的 例如是怎樣保管好我們的機密 又或者是怎樣可以偵測到一些可疑的間諜行為 當然了,是要向公眾解釋清楚 香港現在面對的間諜風險 以及做好公眾宣傳教育 也是我們的重點之一 多謝主席 陳克勤議員 多謝主席 主席,我們現在針對這個間諜罪行 基本上只能夠靠這個官方機密條例 但是這條條例其實都是很多年前之前成立的 而且也都不能夠針對著現在的一些間諜行為 以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 局長曾經在很多不同的場合 他都說要透過23條的立法裡面 是訂立一個叫做禁止間諜罪 防止外國借香港作為危害國家的安全基地 局長可不可以詳細跟本會說一說 他想著怎樣透過制定23條這個法例 去堵塞現在官方機密條例當中的漏洞 以解決條例在防範間諜罪 以及竊取國家機密方面的不足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在現行的官方機密條例裡面 所禁止的間諜活動的定義其實是比較狹窄的 例如最主要都是涵確一些 一些人會接近禁地 製作對敵人有用的資料 或者是一些對敵人有利的官方的資料等等 我們認為這些的定義是並不足以應對現今 臨臨種種那麼複雜的間諜行為和相關的風險 因此我們在就基本法23條立法的時間 會就著官方機密條例裡面 所有關於間諜涵蓋不足的地方 有個加強立法工作 以應對我們是由2019年開始見到發生的事情 和我們評估將來可能會發生的風險 我們必定會跟進 多謝主席 梁美芬議員 主席 局長的答覆裡面 也是再次提到官方保密條例 現在我們講回歸之後 梁美芬議員請你夾著麥紅 好啊 那個官方保密條例 其實有沒有考慮過其實都要改名 因為我們將要保密的是國家機密 那麼間諜最重要的就是它竊取和支敵 將這些資訊支援敵方 那麼在國家機密那個層面 我們香港是不是應該和國家看齊 是用國家機密的標準 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保密法 它是有分級別的 有保密 非常重要的保密和絕密的 那麼在你剛才都提到最後 你要做公共教育的時候 也都要解釋清楚 我們會不會索性在這一次修例 是看齊了讓市民很清楚 我們現在這個反間諜罪 是用國家的層面去反間諜呢 局長 是 多謝主席 也都多謝梁議員的意見 我想在我們是 這個是23條的立法裏面 我們是會在這個條例裏面 都會反映回 因為現在來說 我們主主要是說 在機密條例裏面的間諜罪 就未能夠凸顯到是間諜這個重要性 所以我們會在一個條例相關 是會反映回間諜的重要性 還有剛才梁議員提到的意見 我們會一併考慮 都是主席 黃英豪議員 主席 剛才局長在回覆裏面 有提到斯洛登事件 我也是看了斯洛登的紀錄片 才知道來龍去脈 我覺得 香港可能很多的市民大眾 都不清楚何謂間諜活動 因為很難去拿一把尺去衡量 我的問題就是 政府會不會有系統收集 外國勢力通過他的代理人 和間諜去 譬如說包括拆動黑暴 煽惑港獨的那些案例 將這些案例製作 國家安全教育的一些短片 另外會否考慮將這些材料 編印統一的教材 在學校裏面加強宣傳推廣 局長 多謝主席 就著過往在香港發生一些事情 我們將它提醒香港市民 究竟我們面對什麼安全風險 包括我們過往面對的 其實是一個顏色革命 並非一般普通的一些社會的安全事件 我相信我們是應該要做的 但是至於整體 我們國家安全教育的宣傳 是怎樣去做呢 我想我們會仔細考量 包括我們在學校裏面 推廣的時間 是用什麼方法呢 在公眾方面推廣 用什麼方法呢 或者在專業團體方面 推廣用什麼方法呢 我想我們也要仔細考量 剛才王苑提出的意見 我們都會考慮 謝謝 吳傑莊嚴 多謝主席 剛才局長提到 我們在上半年 就會出23條的徵詢 下半年希望做到立法 我想知道 接下來這個新的23條裡面的聚禮 包括間諜罪 對市民很新 甚至對執法人員都是新的 我想問 局長有沒有考慮 接下來會加強培訓我們的執法人員 甚至添置一些新的裝備 去偵測這些罪行呢 多謝主席 局長 多謝主席 當然了 接下來23條 我們最基本要包含了 在基本法23條裡面 所提出的那七個序類 那七個序類裡面 其中兩項已經是國安法包含了 我們最主要就會針對其他幾個 包括半個 外國 煽動叛亂 攝取國家機密 禁止外國政治團體在香港活動 以及禁止香港的政治團體 和外國團體去聯繫 那這些呢 當然我們會就這些方向去立法 那剛才那個議員提出 就是我們是否應該加強我們同事的培訓 這個絕對是 因為這個是一個新的法例 那可能在新的做法方面 我們要加強培訓 確保是不會出錯 包括在我們那個搜證方面 在找出這個證據去做檢控方面 都會加強培訓 當然了 我們是要添置不同的器材 包括是怎樣達至我們 能夠獲取這個情報的目的 都是會進行的 謝謝主席 周豪鼎議員 主席多謝局長在今天主題答覆 揭穿了西方勢力的各種的隔疊的惡行 美國固然是慶祝難輸 主題答覆裡面提到的 英國的軍情六處的局長 也補充一下 他其實是在2021年的11月30日 發表了一個公開演說 裡面就是正正指出了 中國是他們要重點打擊的對象 也都公然厚顏地承認 軍情六處是有做海外代理人和間諜的行動 去從事他們的秘密活動 既然已經公然承認有國家級的間諜的對手 我想問一問局長就是說 在23條立法裡面會不會針對性一些 針對防範的那些反中亂港勢力已經逃到海外 再遙遠控制一些本地隱藏的代理人 去繼續進行一些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 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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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逢國議員 馬逢國議員 謝謝主席 馬逢國議員 在去年發生了一些孤狼式的恐怖襲擊 更加有組織企圖製造炸彈 在法院等公共設施去引爆 那剛剛局長的回應裡面也都說了 間諜其中一個可能會用的就是暴力的手段 去策劃、推翻、顛覆一個政權 那似乎這些間諜的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和一些本土的恐怖主義 在手法和目的方面都是非常之類似的 我想問一問局長 我們政府到底掌握不掌握這些境外的間諜活動 和本土的恐怖主義活動 有沒有一些內在的聯繫 或者是任何的關聯 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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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諜和本土恐怖主義 是一定是一個必然的關係 因為間諜剛才也提過 他最主要其中一樣 他希望做到的事情 就是在社會裡面煽動仇恨 煽動分化 甚至煽動人家用暴力 希望奪取政權 培育本土恐怖主義是其中一個的手法 他們一般的做法 就會為這些本土恐怖主義的人士 會提供一些資源和技術 例如教他們怎樣弄炸彈 怎樣獲取一些相關的材料等等 另外他們也會透過提供一些保護傘 即是說你有事不用怕 你去外國我提供保護給你 甚至可能再提供機會給你讀書 所以我們在打擊本土恐怖主義 其中一個我們要做的工作 就是要做好管控這些間諜煽動的工作